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上一集的末尾 你提出一个 从奥运引申出来一话题 就是说个人主义 和集体主义 咱们的个人主义 比过去是发展了 但是我就说 美国的纽约时报 专栏作家弗里德曼 就是《世界是评》的作者 他写的一篇观感 他就说在奥运闭幕式上 他感受到了中国这种 群体主义文化的力量和成绩 从这么漂亮的场馆 到最后的金牌等等 都是在七年之内 深奥是在911之前 两个月深成功的 而我们美国在这七年 做了什么呢 他说他们是集中精力 我们是分散精力 我们去伊拉克打仗 我们国内的竞选 弄了一些金钱政治的 很多问题 所以他就认为 要向中国学习 可是当然了 其实它底下有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其实 是个人主义的文化 我们个性主义的文化 我们的基础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吸取别人的文化的长处 所以我说他的用心很深 他并不是说我们也改成中国式的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也要更多的 除了在我们加强自己的自信心的时候 要说我们比以前进步了 我们尊重个性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个性的空间 还是没有充分的拓展到 比如说您说80后的这些年轻作家 他比可能我们上一代 或者再上一代 他的空间多了 生活丰富了 但是还是现实生活中 肯定我觉得还是有种种的困难 局限 局处 从他的表达到他的生活的种种的选择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情况 我们不是已经大功告成了 是吧 我们也需要通过别的文化 比如美国的个性主义文化 我们可以学什么 他现在我也看过一篇文章 就讲过去有个规律 似乎有个规律 就是说强调个人主义的这些国度 往往经济比较发达 但是强调集体主义的这些国家 过去来说经济的一般不太发达 但是你要是改革开放30年 就这几十年间 你看中国 他就出现了一个重视集体主义的国家 但是他的经济上实现飞跃 从四小龙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给西方人 有时候他有一种错愕 就说那这个 那那那那 不是 那你怎么看 不是 这个事啊 我是这么想 他因为中国太大 人特别多 我很早的时候在美国 美国人就议论这个 说中国十好几亿人 十好几亿人都悟了 这怎么得了啊 都干活 我就跟他说 我让十好几人都不悟了 这不更不得了了 这不是麻烦了吗 全世界人也养活不起 养活不起 背不动的 中国太大了 其实呢 说这深奥这什么八年的七年 说中国万中一心 都在那准备奥运的 绝对不可能 十三亿人准备奥运 是不是 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嘛 有抢救灾区的 有这个 也有这个吃喝玩乐的 也有出国留学的 也有在那这个什么 今天是七零后 明天八零后 后天九零后的 也各式各样的 所以这个中国虽然是整体主义 这是思维方式问题 这个今天来不及谈了 他从汉字来说 他就是整体主义的 怎么讲 小福松大 小的福松大 他什么概念 都是从最大的概念开始 然后其他围着他这个概念转 所以你比如说 这个中国人讲 大河没水 小河干 其实呢 小河没水 大河也干 小河的水往大河里来 但中国人不讲 我们强调的是 大河没水 小河干 所以这个 咱不细说这个了 但是这个 发挥个人的能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 恰恰是 发挥了个人的能量 包产到户 没有包产到户 为什么一包产到户 中国的粮食 啪就上去了 可是俄罗斯 它包产到户 它粮食 啪就下去了 什么原因 这还是 我可能理解的不对 是咱们香港 中文大学的 陈芳正教授 他研究俄国 他给我讲的 他说中国 从古代 就有这种 以家庭来经营 这样一个传统 这是一家子 整天琢磨 怎么多挣钱 多挣钱 多挣钱 他说你不要以为 这是人性 这不是人性 这是中国的文化 所造成的 他说俄罗斯是什么呢 俄罗斯 它一直 它是农奴制 听老爷的 老爷说让上宫 就是上宫 说要摘菜 就摘菜 说拔草 就是拔草 说打山莲 俄罗斯人打山莲 打得忘记了 说你打山莲 咱们就打山莲 然后解放没几年 集体农庄了 它根本没有 那个家庭的传统 它条件又好 它土地很多 所以集体农庄 原来是敲洞 上宫 你不上宫算懒汉 弄不好 能送你老改去 现在说 嘿 解放了 再一看家里 粮食还挺多 福特加酒 好几罐子 喝吧 他这个心情 跟你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就最不能理解的 就是说 你这个集体农庄 解散了以后 你怎么 你粮食下去了 反正直到2004年 他们告诉我 俄罗斯的 粮食的产量 还没有恢复到 沙皇时期的 最好水平 2004年 2004年 而且您 就因为你刚才说 那个宋朝 宋末 对 是 那他们也够 衰落得够厉害的 您说您遇到的 俄罗斯人 而且都不是太喜欢 去挣钱 谈经济 我遇到都谈文学 我去了莫斯科 都家家 他的物价非常 面包都买不起了 在家里边大谈文学 谈爱情 谈浪漫 它是这个传统 然后我曾经前些年 遇到过一个荷兰人 他是研究中国和印度 然后他常年研究之后 他就发现一个比较 他说你们中国人 特别像我们荷兰人 我们荷兰人是什么传统呢 就是我们手里有一块钱 我们要把它变成两块钱 两块钱要变成三块钱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也这样 然后他还感叹 他可能是比较偏左的一种学者 他就说你们越来 中国人越来越像美国了 因为你们这种追逐财富的热情 简直就跟美国人一样 印度人家不是这样的 他还觉得印度就是说 有一些保存他们的精神传统的这些东西 怎么怎么样 我还听过一种中印比较的说法 就说咱们现在不是有了贫富差距吗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去过印度 他们就说呢 他说我怎么感觉到 印度的人他也是穷 但是好像印度的人穷得有尊严 好像我们中国这些穷得底调的人 就怎么现在就穷得没尊严 我觉得这是 这个这又有一个过程 有个发展过程的问题 第一啊 印度 我在卡麦隆还在西德 看过一个版本的故事 是完全一样 我不知道来源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个人在那打鱼 一个小伙子在树叠睡觉 打鱼的人过来过来帮着我打鱼 说你帮我让我帮你打鱼干什么 说挣钱 说挣钱干什么 说挣了钱以后可以享受 那小伙子说我现在就享受着呢 你不让你不让我享受 让我让我跟你去享受 我有什么比较啊 卡麦隆也有这个故事 西德博尔还写过这个 Henry Spear 他写过这个故事 这个印度也有这个故事 第二个呢 李克就让我想起来 1981年的时候 我从杭州坐火车 往这个上海这边走 跟我 坐在我边上呢 是一位英国的一个 汉语说得很好的 一个留学生嘛 他就跟我说 说中国人现在对物质的东西 看得太重 说什么电视机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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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个电冰箱啊 这算什么东西啊 不值得一提的 中国人为什么看得那么重啊 我当时听着他说的也很高雅 我想现在中国人也没人提电视机 电冰箱 原因就是他有了 您没有的时候 您想要这个 您真有了这个呢 他就又觉得这有什么 真是不值一提 不足挂齿 你说现在咱们见面 谁问 说你们家 应该多少寸的 人不能那么多 有一阵天天就问这个 真问这个 您说这都是 第好几代之后的美国人 那美国人其实他 比如说在一战之后 他也消费刚起来的时候 就开那大汽车 弄个什么收音机洗衣机 那是他们新时代 就是新时候 那个消费热潮初期 他们对这看重极了 然后欧洲打的一片废墟 他们觉得洋洋得意 然后真的到了 后边家电全部普及 就二战以后 我觉得那又是一个 新的消费热潮 等于是到了什么时候了 到了这个六 他们的六十年代 是一个反这种 物质主义文化的 这么一个阶段 他们才开始 出了这种论调了 那些不重要 都把我们锁住了 一天到晚就是过那些 买房子 开车 我们要吸大麻 我们要去印度 学这个学哲学 灵魂的生活 它是一个不同的阶段 可是你看这事 走到极端了吧 物极必反 他六十年代之后 跟着的其实就是 七十年代的保守 对啊 就鸭皮 那些嬉皮就变成鸭皮了很多 他又要回这头 说不要那么重视物质 不要那么重视钱 这个是绝对对的 我们可以找到 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 作为个人来说 比如说甘地 人家甘地就一片 身上就一片 还动不动 绝食 这我非常的佩服 可是你要作为治国来说的 你不能够 说我们这十三亿人 变成十三亿个甘地啊 那也很可怕 是不是 那很恐怖的 是不是 相反的 你得让这十三亿人 能吃饱饭 能有好的房子住 能够有家用点计时 但同时 我们希望他们也能够 学文学 学哲学 也能有文化 这个是 所以我听他们 印度的人说 说甘地的影响 在他们后来 他们的改革开放 比咱们晚一些 就是市场化以后 他们抛弃了 那个苏联的 那个社会主义模式 以后走向市场化以后 甘地的影响 也同时就在下降 虽然他们还是在争论 因为那个影响太巨大了 包括咱们说这个城乡 他们就还是觉得 就是到了新德里 住了一代两代 我们的精神家园 还是我原来的 那个穷的 那个田园 他们还是有这个传统 这很美好 我觉得作为一个想法 是非常美好 是不是 我 我比如说假想 我的精神家园是周口店 是不是 你回了也太早了 这不很美好吗 这多么美好 我没事 我就到周口店去逛一逛 甚至于我高兴的时候 如果我身体允许 我那搭一个帐篷 睡两宿 然后第二天 你们 我再 下次如果我有这么一个记录 咱们这三人行 就更强 对对对 山顶洞三人行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不过你刚才讲的这个 我还真是 看一些书 就有感觉 就好像 这个包产到户 就中国人的这种家庭为单位 的谋生方式 但是我那天看一个 它就大跃进的时候 大家饿肚子 然后实际上 有些村里 比如四川省 有些小队里 它悄悄地搞 就发现这包产到户 真是一抓就灵 它只要一敲敲包产到户 它饿肚子的情况 就没有其他村那么严重 对对对 就是这个真是 有时候 有时候想起来 我有时候跟我这个作家同行 我挨骂 就在这 因为我是搞写作的人 我应该得强调文学重要 是不是 我应该说 就是你饭可以不吃 是不是 这个房子可以不住 但是你要看我的书 或者要看那些伟大作家的书 你看的那些伟大作家的书 你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 不需要吃饭了 但是呢 我有老 因为可能和我这个 几十年在农村劳动也有关系 我老觉得让太重要了 我们作为整个民族 但是现在都吃得烂饱了 不是都啊 还有 还有 起码还有几千万人 现在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几千万呢 有 有 原来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的 那时候说是好像还有两亿 那没解决温饱的问题 数量相当的大 我老想 我说要有一两亿 没解决温饱的 你设想一下 把这一亿人要成立一个饥饿国的话 你恐怖不恐怖 你给人类制造多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应该让人吃饱了 应该让人有一定的最起码的消费 而且这个东西和你的这个精神生活 人文精神 文学爱好 和你写诗和你浪漫 不一定是矛盾的 对 怎么吃饱了就写不够诗来 对 实际上很多伟大的文学 恰恰是吃得很饱的 甚至是贵族作家 也得我们说的 金钱不会毒化人的精神吗 他一边吃得饱 一边他非常贬低自己的物质生活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说托尔斯带是贵族 越到后期越这样 但是他越来越觉得这种物质的一切东西 不能满足他的精神要求 那当然 你物质的东西解决的是肚子的要求 可是问题您想 就是从托尔斯带来讲 他早期的时候军官花天酒地 他什么风流场 红尘他都走过了 然后他写出了伟大的文学作品 对吧 这两本是不朽的传世作品 战争与和平 可是他后期他反而我觉得 他等到他强调他的道德 他反省 他觉得物质的东西很罪恶的时候 他后期的作品 我觉得反而倒不如他的盛期的了 到复活 你说有钱两本好吗 对啊 这个问题 所以甘地也是这样 因为我去过甘地墓 甘地墓我很感动 因为他那个墓上 那两句英文我也完全看了懂 他写的什么 simple living high thinking 高深的思想 简朴的生活 可是我想这个高深的思想 这当然没问题 越高深也好 推高深的也有问题 你得跟老百姓多多少少得有能够沟通 道不远人 在一个简朴的生活 也是跟不同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标准有 有关 就什么算简朴 什么算简朴 比如我有两件衬衫 算不算简朴 我也有二十件衬衫 算不算简朴 那他确实到了极端了 他用纺车就穿一片 然后他后来也进了狱了 他基本上是生活到了一个 基本点就只能在底线略上 他能活着 文化革命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 报纸上公开的注文 批判巴金 说巴金有四个半导体收音机 这叫生活服务 文化革命的初期 在中国作协 还举行过谢冰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展览会 展览了他大概有十几只 十几双 我知不行 丝袜子 那时我们出国呀 我看见那好看的丝袜子 赶紧跟太太买呀 包装的那么漂亮 那么好的丝袜子 还有连脚裤 是见都没见过呀 心想这才是真正对太太 表达爱情表达中心 表达表达中心 你给崔老师带过很多 带过很多呀 后来连那些外国的朋友 他们就是华人 一到北京来 也是带丝袜子 带这个带那 他们也都知道 这个您太太喜欢 不是我的爱 给别人太太也这么带 我觉得王猛他的很多体会 真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来的 包括您跟太太 我就很少就岔开说了 就是我就没见过 很少见过一个另外一个中国作家 永远出行是和太太同行 对太太非常的关照和体调 非常平等 还是抗力情深 也是咱们的幸福 咱们的快乐 咱们的福气 对不对 到哪儿真的在跟太太同行 我看到您这里边写您和崔老师的生活 都很感动 谢谢 他说这一辈子我只爱过一个人 我只和一个人在 我不能重复了 反正这都念出来不太一样 我都觉得就是说 您好像有一个 从很多方面来讲 很健康的一种个人生活 感情所以可能跟这个心态 是不是有关系 谢谢 他整个就去乐观向上 好好学一点点向上 但也有另一面 就自个儿情绪不好的事 就不在这儿说了 隐去不谈了是吧 相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急了在你这儿 急了对在这儿 引起很大争议 我还就说 但这书里你还提到 有一次人家把他跟王说放一块叫二王 对 成头变换二王旗 放一块批划 那是怎么个掌顾 朱学琴上海朱学琴 在那个是叫什么呀 二十一世纪也叫什么 就是中文大学 那个刘清风和金文涛他们编的一个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刊物 但是就是因为他写过一篇文章 就谈这个王朔 讲到这个他说是这题目没起好 叫躲避崇高 我家伙一时激起千层浪 对对对 我说的是王朔躲避崇高 我并没有说是他们都以为题目就是一个全民口号 以为我号召全民躲避崇高 那这个开玩笑吗 这个事 所以我就一直建议呼一虎弄一个一虎一息谈 是不是 这边说说他是跟王朔一样的 那边说说他实际还是极左的 但是在 我不知道在你们这圈里 躲避崇高是个很不得了的一个罪名 谁知道 反正现在不大 也没有后来也没有人再谈这个事 对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口头语了好像 而且因为有可能有相当一批人认为 现在是一个不崇高的时代 所以他要发很多牢骚 那躲避崇高当然就变得很刺耳了 他这里有这么一个背景 我觉得一个背景就是 中国一直是处在一个革命的高潮时期 革命已经胜利了 但是仍然在不断地掀起高潮 比如说正风的高潮 反右的高潮 大跃进的高潮 文化革命的高潮 他一直处在一个高潮时期 高潮时期的文风的特点 就是高潮时期的文化革 他整个就下来了 那种逻辑 那种精神上的昂扬 但是其实我觉得到现在这可能有点不公 我觉得您的文体都还是带着那种痕迹 当然 非常澎湃 台笔剧 当然受着影响 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 对 是不是 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的高潮化正在向正常化过渡 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高潮了 现在当然你说奥运会本身就是一个大高潮 一个大高潮 我们抗争就在 也等于也是有一个高潮 但是和那个整个的那种政治性的高潮啊 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从那个全民结兵变成全民结兵了 是吧 这是不是一种转变 所以就有一 有 虽然人数不多 就有这样 认为现在呢 中国人 就是 就是 就是不如啊 还不如 是吧 毛主席那个时代 革命高潮的时候 那个革命高潮的时候 那时候人觉悟多高 这种话我就还能听到